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egged ю survey 今天比較多人 最近台灣發生了很多事情 從尤其是西太平洋很熱鬧 新聞一直播一直播 我記得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我們要得到一個 對我們看起來很舒服的消息 很困難 大概兩三個月 美國才會丟一些新的消息給台灣人知道 那時候的台灣人 都傻傻分不清楚 看媒體的報導都很模糊 要到台灣民政府這邊上課之後 經過一些老師的指點 慢慢就會熟悉怎麼樣去看 就好像台灣有跟任何一個國家建交過嗎 沒有建交怎麼會有斷交 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變來變去 明明是中華民國跟巴拿馬 早在更早以前 清帝國的時候 就已經跟巴拿馬有外交關係了 結果媒體也可以把它寫成台八斷交 斷交的時候是台灣 建交的時候是中華民國 那請問到底是跟中華民國斷交還是跟台灣斷交 所以從這邊 可能這個很簡單 可是對一些台灣人來講 他可能沒有辦法判斷 沒有辦法判斷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 來去釐清這個概念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的地位一直被這些 這些所謂中華民國的學者 給得扭曲了 然後模糊 我想以目前台灣的地位就是 被模糊的一個政治狀態 政治模糊的一個政治狀態 那來到這邊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析 這個台灣跟美國跟中國跟日本的關係 這一些本來一件很單純的事情 搞得很複雜 如果回想到過去美西戰爭 西班牙跟美國簽的這些條約之後 它是一個很單純很直接 因為沒有治理當局的問題 像菲律賓直接就割給美國作為鼠弟 古巴就跟台灣的狀態有點類似 它把它懸置 西班牙各浪出來之後 並沒有把它所歸給各浪 就是把它處分給哪一個國家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很 變成是一個很單純的事情就變成很複雜 那台灣又更複雜 台灣又牽扯出一個治理當局的問題 美國不親自來台灣執行佔領 但是又派了 委託了這個 蔣介石的這個軍隊來之後呢 因為1949年 蔣介石守不住 這個中國這個領土 就被中國人趕出去了 趕出去要趕到哪裡呢 原本蔣介石想回到菲律賓 跟菲律賓總統講說 要不然我們就逃到你們那邊好了 結果菲律賓的這個當局 就直接跟蔣介石這個集團講說 你要來可以 你只能來一個禮拜 就要走人 這個問題就只好美國人又要回去自己研究 好吧 那不然我這邊這個 從佔領變成這個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 好 那這個歷史故事 我們可以用這個就行商合約 跟一些條約 把它慢慢把它解釋 跟一些法律 台灣關係法 這些法律怎麼來的 為什麼突然間 美國可以在外國領土立法 他的國會可以在外國領土制定法律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美國怎麼取得台灣這樣的一個 台灣澎湖 當然不包含金門麻祖 有人就曾經問 說欸 你們怎麼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啊 因為畢竟中華民國還 還擁有金門麻祖的這個控制權 那為什麼說你們說台灣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找過這個 開始是在南京建都 他離開自己的首都 建都與台北 台北不是他的領土 如果你要認為 你認為中華民國不是流亡政府的話 就請中華民國遷都到金門 大概我們就不會有爭議啦 所以這個概念 因為畢竟中華民國 並沒有擁有台灣這個主權 在條約裡面也沒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有沒有規定說台灣已經成了中華民國的領土 都沒有 找不到任何 只有馬英九所倡議的這個開樓宣言 然後跟這個博士黨公告 這宣言畢竟它是一個意向 一直很多的資料 連國民黨的黨史館都已經有這些資料 他們以前不敢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很確實的確定了這個 中華民國對台灣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就是 中華民國跟這個主要佔領全國跟治理當局是什麼關係啊 為什麼它又可以來到台灣治理 那美國又憑什麼 可以把台灣交給中華民國來治理 因為這個關係聽起來很複雜 事實上它是有一個基本的這些法理在裡面 是不能改變的 不能用情感 不能用政治的方式 來去模糊台灣的地位真相 台灣的地位真相 我們今天要講就是日本承認美國佔領 這個日本承認美國佔領 我們沿用的是 就這張合約第四條 也就是一塊土地 我承認交給誰 誰就擁有了這個土地的權利 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美國怎麼跟台灣發生關係 事實上 所以講台灣是美國的主要 台灣是美國的主要 台灣是美國的主要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那時候這個條約是日本跟美國簽的 跟台灣沒有關係 那時候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是日本的領土 那這個關係當然這個戰爭引起的 從珍珠港事變開始 事件開始 就一直下來 1941年的宣戰 好這裡提到宣戰 這個宣戰 什麼叫宣戰 在國際間合法的這個戰爭 必須要兩個國家 這個交戰國必須要承認這個戰爭 像蔣介石的宣戰 不發生效力 因為日本帝國根本不承認蔣介石的這個宣戰 因為蔣介石用個人的名譽 他並不能代表中國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的中國是好幾個政府 那甚至於日本帝國承認滿洲國 承認了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是汪精衛的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蔣介石他不過就是一個 中國地區的一個軍閥 他擁有了武裝的這個組織 那美國基於他的利益 他必須要在中國找一個盟友 所以透過蔣送美林的關係 把他簽到蔣介石這個政權 所以這樣的一個關係 才會有後續台灣這個複雜的問題 那蔣介石可以以合法的地位 來到台灣是1945年 9月2號這個1號 一般命令第1號 就是這個麥克阿瑟 這是一個命令 這是一個軍事命令 要進行什麼 軍事占領 因為台灣如果不脫離日本的這些控制的話 它會是一個很 對盟軍來講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威脅 非常危險的威脅 因為台灣這個地方的人也好 這個土地的地位也好 在整個西太平洋 整個西太平洋地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區 所以在過去兩三年前 我們看不到美國對台灣的任何一些動作 在今年很多動作都已經直擺了 甚至於我們今天收到 昨天最新的媒體報導 美國的這個學者 易斯安 就直接點到了這個整個 這個美軍可以停靠台灣的 美國的軍艦可以停靠到台灣的這些原因 他就直接講說 美國其實美國國會也不需要立法 只要做政治決定就可以了 當初美國的軍艦撤出台灣 是因為為了要跟對岸的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建交的目的是 因為冷戰時期跟蘇聯 必須要有中國的幫忙 所以不得不在這個地方做政治的決定 所以導致現在的這個後果 台灣人 可是這些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些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模模糊糊 然後 研製於這些 從中國逃到台灣的這些 這些中國人 為了要掌握住自己這個權利 然後幹進了一些 違反國際法的一些作為 待會我們會點出來 好 然後這個之後呢 當然盡視佔領它是短暫的 它不會是永久佔領 但是這個 就好像那個外交部長 那個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所說的 葉公超 他說 世界的趨勢在變化 不是我們能夠可以掌握的 但是畢竟台灣還是在我們的控制中 意思就是說 當中日這個台北條約簽署的時候 在台灣的這些國民黨的這些立法院 為了確定台灣是不是已經屬於中華民國的關係 這件事情 之後呢發現 葉公超的台北條約 並沒有辦法超越舊金山合約的規範 那就是台北條約它是在 舊金山合約第六條規定有一個雙邊條約 日本可以單獨跟盟國簽署這個雙邊條約 那簽的條約只能說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承認你在這個地方 你的軍隊可以助理 為什麼 因為舊金山合約第六條規定 舊金山合約簽署後 90天內 盟軍的軍隊要撤出日本領土 要撤出日本領土 所以 除非你在這個條約裡 你在這個 這個 第六條那邊的規定符合的話 就是你日本必須要跟中華民國簽這個 所謂的雙邊條約 那為什麼是日本要跟中華民國簽 不是說開洛宣言 不是說已經 已經 已經是1945年9月22日 跟1945年10月25日 不是說台灣光復了嗎 為什麼 為什麼 還要再簽一個中日條約 因為 因為在1945年4月28日 以前 台灣還是日本領土 台灣的地位 並沒有有任何的變化 舊金山合約 確定了台灣的地位之後 才可以簽署台北條約 所以可見台北條約 跟舊金山合約的整個位階就是不一樣 這個高度不同 台北條約的整個簽署 絕對不能超過舊金山合約 為什麼 舊金山合約簽署的時候 在生效 是在1945年 1952年的4月28日的生效 日本已經放棄了台灣的所有權利了 所有權利 一切權利了 但是呢 這個權利放棄之後 他不能再簽台北條約的時候 因為台北條約是在1945年 1952年的4月28日的下午才簽的 就是舊金山合約生效之後 才簽了這個台北條約 那舊金山合約 日本已經放棄了 怎麼可以再一次放棄台灣的主權 交給中華民國呢 所以這個是 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 比如說我這個權利不能兩用 比如說我租給你又租給別人 我賣給你賣兩次不太可能 這個是不符合 所以人家只承認第一次的效率 後面的效率 你既然就放棄了 你就不可能再放棄一次了 所以日本回覆說 即便我們這樣寫也沒用啊 我們早就已經交給這個美國處理了 不是你交給中華民國 那這個時候是美國要求日本跟中華民國簽這個雙邊條約 表示日本對台灣的產業主權還是存在的 因為他們對這個 舊金山合約他不過就是放棄了主權上面的這些權利而已 就好像我有一塊土地我租給別人之後 結果別人很會賺錢 有一天他賺了很多錢 我是不是可以跟要求我的承諸戶說 你賺那麼多錢我要跟你抽成可不可以 是不行的 所以既然已經簽出去了 當初就回到當初這個簽約的精神裡面 不可能說去一頁這個協議 這個簽約裡面的內容 好 台灣最重要的兩個條約就是馬關條約跟舊金山和平條約 如果我們有上過初級班我們看過這個土地 是皇帝跟皇帝簽給互相對簽的 所以我們知道台灣在馬關條約的時候是簽給日本天皇的 那到了舊金山合約的時候 生效之後台灣的部分 在第二條被規定 必須要放棄這邊的權利 主權權利 主權權利 那 再4B 日本將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交給美國軍事政府 在條約裡面寫得很清楚 23條美國是台灣澎湖 其實 美國在 這個23條是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跟台灣澎湖人民發生關係 就是佔領者跟被佔領者的關係 中華民國在台灣模糊了這個部分 把這個塗掉 他就用一個錯誤的這個論述來欺騙 欺猛台灣人 在台灣就是兩種的嘛 就是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那誰是佔領者的地位 照理講美國才是佔領者的這個 政府者的這個身份 來成為佔領台灣的這個佔領者 擁有 那 為什麼美國不出面 交給誰來出面 交給蔣介石這個集團來出面 就找了一個代理人來 來治理台灣 來治理台灣 那這個 這邊很多條約 但這個過程當中又發生了 中美這個 共同防疫條約 然後之後呢 因為在聯合國 失去了這個地位了 然後 美國在1979年 因為他們美國的政策 所以結束跟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在1979年 美國國會就簽署了一個條 那個法案叫做台灣關係法 這個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這個裡面就清楚了規定治理當局 跟主要佔領全國的關係 這個關係 來 我們 來 主要佔領全國 以治理當局的權責關係 治理當局不等於主要佔領全國 也就是說 我現在委託你 不代表你已經擁有了我主要佔領全國的地位 為什麼 不可能 中華民國不可能 這個政策不可能 說啊 因為我已經實質控制了台灣 所以我就代表主要佔領全國 不是啦 他只是一個代理性質 這個代理性質到什麼程度 在台灣關係法 有很明確的那個 這裡有沒有 權責關係有法律定制 主要佔領全國的國會通過 台灣關係法為美國的國內法 這裡當局權力來源 源自於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主要佔領全國 如果跟你簽一些協議 我就我們守約 我們遵守約定 但是偏偏又沒有 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簽任何 因為在1979年1月1日 中美共同防疫協定無效 因為中華民國不再是國家 條約是國家跟國家 這是一個國際協定 所以你已經失去了這個地位 你這個條約自然就生效 因為你已經失去了那個地位 所以中美共同防疫協定 就沒有辦法 那美國還是必須要保護台灣啊 畢竟台灣是他的佔領地啊 怎麼辦 那美國因為這個中國的關係 所以這樣好了 在中美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跟美國在建交的時候 中國就提出條件 美國說我們跟你合作 你想怎麼樣 大家談條件 中國的條件就是說 要不然你把中華民國消滅掉吧 你就承認這個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就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美國人就 他畢竟還是一個老經驗的一個國家 外交的老手 他說好 OK 那中國在1972年的時候 跟這個美國簽了所謂的上海公報 公報裡面就寫說 這個台灣是中國不可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說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承認 我知道了 不表示的 一直到了建交公報 一直到了817公報 一直用同樣的那種 這就是中國跟美國的條件 這個條件是什麼 這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這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因為外交屬於美國總統的權限 那這是一個政治決定 它並不是法律 它不是法律 那法律行政部門一定要遵守 否則你就是違法了 好 治理當局 法律規則由主要占領全國會 單純定制 不需要跟治理 比如說 就好像美國說 我們要在台灣停靠軍艦 要不要跟中華民國的立法院講 不需要 從來也不用討論 我們制定就好了 你們就遵守就好了 所以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確定了 治理當局不等於主要占領全國 它的權力還是來源 關係很清楚 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ROC 不是國家也不是政府 主要占領全國 主要它是什麼 它是主要占領全國 美國的受託機構 就是根據那個 國陸軍法則的 陸軍這個FM27裡面有個釘 主要占領全國可以找代理人 找代理人來治理這個被占領的地區 你要治理這邊的人民 所以這個條件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請一個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不一定是要合法政府 大家有那個概念 為什麼這邊有提到 它不是國家也不是政府 那中華民國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們必須要點評就是說 治理當局不一定要是合法政府 被承認被國際之間的合法政府 它只要是什麼 它只要符合了一般合法政府 可以執行的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蔣介石來到那個 蔣介石到台灣的時候 美國人就告訴蔣介石 如果你要治理台灣OK 你們趕快去訓練 一千個政府要員 以後要管理這些眾人之事 台灣人民的事情 所以它不一定是一個合法政府 但是它做的卻是 它執行的卻是一般合法政府的工作 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有沒有 受投機構執行合法政府的運作 不是改朝換代 台灣不是變成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啦 台灣這個土地不會是中華民國政府 也不是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它只是一個暫時過度治理 不是取代政府的地位 這裡當局無法改變去地位 它是沒有辦法的 台灣不是國家也不是政府 是一塊被佔領的外國領土 台灣還是外國領土 那這個定義是什麼意思 主要佔領全國美國 美國得了這塊土地的權利 但是不意味著 土地就已經變成美國的了 如果說台灣是 已經成了美國的一塊台外的領土 它直接在條約裡面解說 我們台灣在條約裡面就明定說 台灣是美國的屬地 台灣就變成美國屬地 台灣變成美國屬地之後 有一天就可以變成美國的一州 顯然它只是一個佔領的狀態 主要佔領權 它只是一個佔領 什麼叫佔領 佔領就是短暫一個過度 台灣當然在舊金山合約的地位就是日暑美戰 日暑美戰 但是它並沒有到最後的最終的政治地位 這個部分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媒體 日本的動作 美國的動作 中國的動作 最近有一篇報導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就是安倍參加了G20 就是G20 到了德國去參加G20 後來他們跟習近平 安倍跟習近平見了面 習近平就告訴安倍說 我告訴你喔 台灣的問題 你要按規矩辦事 不要太鬆也不要太放縱 不要太放縱也不要太那個 一定要堅持到底 好 欸 什麼時候中國會跟日本談台灣的問題 所以可見 台灣的這個變化 將近就會產生很大的地位 將要產生了一些 絕對性的改變 好 台灣島內有人名就是皇民 台灣人還有皇民 台灣人並沒有 台灣人的國籍並沒有 因為行政命令就失去 就不見了不會 消失了不會 行政命令不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國籍 他的權利沒有到 那個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一個概念 用一種命令來改變一個國籍 這個在國際間不是這樣搞一些一個人的國籍 而且一個人的國籍不能被草率的被剝奪 所以蔣介石在1946年1月12號的時候 用行政命令 恢復台灣人的日本人 台灣人原本是日本的國籍 他把台灣的日本國籍 台灣人的日本國籍把它 恢復成他們說恢復成中華民國國籍 這是無效的而且也是違法的 有沒有 主要佔領全國委託這個外國機構 中華民國對台灣人來講他是外國 他並不是我國 他們媒體都想我國我國 畢竟媒體是這裡當局在控制的 所以他要怎麼說我們也沒辦法 去說他們什麼 好 這裡台灣 這個機構叫做什麼 叫做中華民國 這個不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 這個中華民國是台灣關係法很明確的規定 在第二條就直接 在這裡好像有 有沒有 這是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TRA有沒有 美國總統以終止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統治當局是誰 中華民國 寫得很清楚 美國承認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跟主要 這個治理當局跟主要佔領全國關係裡面 唯一的法源 他中華民國對台灣唯一的法源 就這個而已 他沒有任何法律可以站得住腳 就只有這個而已 就是這個美國承認 這個美國承認 台灣怎麼可以是美國承認 是因為就經商合約第四條規定 日本承認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日本承認美國佔領 所以把這個權力交給了美國 因為第二條講的就是權力 台灣澎湖這邊的權力 全部由 在哪裡 美國軍事政府手上 第四條寫得很清楚 好 台灣島內出現了地位不同的兩種人 哪兩種人呢 第一個就是 代理主要佔領全國的佔領者 他叫中國大陸人民 在台灣關係法也寫得很清楚 台灣就是有兩種人 一個是中國大陸人民 一個是台灣人 就是日本國民就是被佔領者 所以這個中國來台灣是 以佔領者的地位來到台灣 所以當然我們會覺得很多不公平 像很多土地被搶了 你能怎麼樣 因為我們要遵守他的法律 我們要遵守他的法律 日本國民被佔領 我們就是 這個日本國民就是本土台灣人 指的是我們 我們這些人 就是被佔領者 所以只能 被佔領你能怎麼辦 除非我們用軍事政變把它推翻了 我也不可能 我們沒有那個武力 也沒有那個能力 因為日本人在台灣的教育很成功 為什麼 教了台灣人守法 守約 當日本要離日本政府 原本在台灣的日本政府 就是台灣總督府 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帶著軍隊回去的時候 就再三的告知台灣人說 你們要你們要好好的等待 下一個接管的這個機構 台灣人在兩個月內 沒有發生任何的這些 行事的這個行為 所以台灣人很遵守了祖國 當初的教導 好 這個是中國台灣當局 這個是在去金山合 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這是原文的部分 這個就是治理當局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也不是台灣 有沒有 這邊寫 就是美國承認 這個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連 這個治理當局 不是只有美國說了算 連國際間都這樣 南海仲裁 不承認台灣是國家 中國台灣當局出現十二次 有沒有 台灣自治理當局 中國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他的地位就是 他不是合法政府也不是合法國家 他就是一個 偏偏他又做了合法政府做的事情 所以每次他騙台灣人說 我們有政府 我們有領土 我們有人民 我們可以跟聯合國申請 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 這個土地不是他的 你的領土不是你的 人民不是你的 你是來佔領的 你佔領了外國人民 你說 人民是你的 土地是外國 外國領土 你說我土地是他的 他怎麼主張 聯合國連門都 不讓你進來 所以 聯合國的這些發言人 就直接挑明了 說 你們不要再囉嗦 每次WHO WHO要開會的時候 中華這些 從台灣的這些人 就去那邊 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獨立 發言人直接講 挑明了 不要再講了 中華民國 台灣也好 中華民國也好 如果要加入聯合國 機率等於什麼 等於零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笑笑了 好 有沒有 台灣自理當局 沒有按規矩辦事 習近平講說 你們要按規矩辦事 你再要求別人的時候 也要要求 在台灣的這些中國人 你們也要按規矩辦事 在台灣的治理當局 沒有按規矩辦事 太多了 我就點幾條就好了 第一個 模糊佔領者 與被佔領者的關係 中華民國也告訴台灣人說 我們是佔領者喔 你們台灣人是被佔領者 有沒有 他從來就沒有表明過 第二個 從來不放棄主張 中國大陸領土為被竊佔的人 到現在中華民國領土 還包含了外門口 從來就沒有包含台灣跟同虎 金門馬祖 整個中國 都是他們現在的憲法領土 那再來 強迫犧牲被佔領者的生命 收復師徒 就違法徵兵 講什麼反攻大陸 有沒有 你怎麼可以拿被佔領地的人民的生命 你拿人家的生命來開玩笑 就違法人權嘛 很危險很明顯的嘛 這麼久的時間 在2006年 秘書長 帶領228個台灣人 控告美國證 說 這麼久了 難道你們都不表示嗎 一定要我們 這個提出告訴的方式 你們才要有動作嗎 太久了 大家突然間接到這個法院的那個的時候 美國政府還不知道怎麼應付 就一直延續延續了 十幾年了 十年了 突然間美國醒了 對 要處理了 太久了 其實早在 這個911事件沒有發生以前 越戰之後沒有多久 美國就想要處理台灣的問題 可是碰到中東的問題 又拖了十幾年 台灣人又處在那種 這麼久的期間 處在這個政治戀儀當中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人的國家 但是要跟他們搞選舉 所以民進黨 這個中國民進黨 就繼續模糊台灣人 你們不以為中國民進黨 是台灣本土台灣人的政黨 不是喔 裡面很多中國人 用在裡面 主要控制的還是這些中國人 所以我們剛剛講他是中國民進黨 是 也確實是中國民進黨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 內政部立案的這個政黨 再來 仍然主張其國際地位為 中國合法政府 挑戰一中政策 到現在還在什麼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 你騙誰啊 你還在挑戰中國的合法地位嗎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挑戰這個 你要挑戰你去金門馬祖挑戰 不要在台灣挑戰 你們中國的內政 不應該延伸到台灣人民的身上 對台灣人不公平 至今尚未承認齁 其國際地位為流亡政府 這個一個負責任的治理當局 你就要承認 我們只是治理當局 我們是流亡 蔡英文承認了啦 2010年的時候 她就直接承認了 畢竟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流亡政府 我想流亡政府 叫中華台北已經夠給他們面子了 人家還承認你是那個流亡的政府 已經不錯了 要不然你連政府的資格都沒有 再這樣搞下去 中國老大就不願意 就不管你了 所以蔡英文到目前是要維持 這個中華台北的這樣的一個體制 確實他們從中國流亡到台灣 只是她不願意承認嘛 這個中華民國的一些學者 就不願意承認 來第六個 阻礙台灣地位正常化 所以我一直在觀察蔡英文的動作 蔡英文現在有一些還不錯 就是只要美國說什麼 好馬上就支持了 我覺得這個動作應該就是有配合 有配合的動作 美國軍艦來台灣停靠 好馬上總統府馬上就 就是說我們歡迎樂觀其成 這個是不錯的 那這個媒體必須要讓台灣人知道 那個有義務 所以蔡英文應該在媒體裡面下手 他一直這樣搞這些 這些什麼年金改革 當然這也是一部分 因為你們知道年金改革 為什麼要改革 台灣的這些年金沒有缺錢的問題 沒有缺錢的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也沒有倒閉的問題 你只要請世界級的國際專家 台灣的年金為什麼要調整 原因是因為 就那句話 這些公務人員搞不懂 去問那些專家 為什麼我們還有他 這些專家一看那個報表 奇怪 怪怪 你們這麼有錢 幹嘛還要改年金 不用改 他說那你們為什麼 既然沒有那個破產的余力 為什麼又要改 原因在哪裡 他終於講真話 說 你們國家是不是要結束了 為什麼你們要改 你們聽得懂嗎 聽得懂齁 只有要結束的國家才要修改這個 為什麼 接下來的自己當局不見得是中華民國啊 那你中華民國你說恩己之也好 我管你什麼之也好 那你自己 你這個當局承認的 下面的當局不見得可以承認啊 是啊 你自己答應人家的齁 你不要找我們齁 可以拒絕啊 人家下面的人可以拒絕 我這個部分我們不處理 你自己想辦法 所以透過修法 雖然鬧一陣子 痛了一陣子之後 大家接受了 台灣人就這樣嘛 拼絕了就接受了啦 OK 有沒有 剛剛強到嘛 台灣關係法下的兩種人 有沒有 中國大陸人民跟台灣人民 兩種人 只是再這樣講明白一點 只是一個代理佔領 代理佔領的治理黨員 跟兩種人 有沒有 一般命令 所以這裡其實這裡齁 大家看得懂 在中國除滿洲以外 欸 除滿洲以外 有沒有 台灣及北緯16度 以北法屬印度之內 有蔣介石 蔣介石 來處理投降的事情 處理投降的事情 不是台灣變他的啦 他告訴台灣人說 台灣已經變中華民國 是錯誤的啦 那滿洲誰在用 蘇聯在佔領 為什麼要缺割 在 其實這個滿洲國 就是東北這一些齁 到目前還是有爭議啦 日本沒有 基本上沒有承認說他 呃 這個滿洲齁 滿洲國過去是日本承認的一個國家 滿洲國 是在日本帝國福祉的這個下 所接近的 可是 因為這個中國已經用 槍把整個中國刺化了 所以 這個現在還是一個味覺的這個 這個 狀態 那是他們的事情 我們不討論 那我們強調的是 蔣介石他除了台灣之外 還有法屬印度之內就是北越 北越南 北越南的部分也是 如果說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那是不是北越也是中華民國的 但占領不是這個條約 占領不宜轉主權 你占領人家的國家 你用軍事的力量占領了這個地區 這個地區就變你的嗎 不是這樣 所以美國為什麼一直告訴中國 你在南海的造島 你那些行為是屬於侵略的行為 一直強了一直強調 千萬不要把南海的這些島嶼軍事化 美國一直告訴全世界也告訴中國 如果軍事化了 他佔領那個地區他就不會緩了 他就變成說我要把這個地方併吞了 用透過這種軍事的力量來佔領 所以他用軍事設施來佔領這個地區 軍事佔領 最後他要把它變更為他自己的土地了 有沒有 軍事佔領是一圖 當初佔領的部分 你看台灣的部分是跟南海一起的 有沒有 這個部分 讓大家知道 好 這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一條 有沒有 戰爭結束 舊金山和平就是中戰條約 中戰條約 日本 承認日本主權 有沒有 23條已經確定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麗堅和中國 這是條約 顯示的很清楚 好 這是簽署的國家 有沒有 第4條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自己看這裡 日本承認 美國政府 對日本日本國民財產處分的有效性 台灣是日本國民 台灣是日本國民 所以他們可以 為我們課稅 對我們怎麼樣都可以 他處罰我們 他的法院處罰我們 我們也沒辦法 好 美國軍事政府對日本 那美國軍事政府 並沒有寫中華民國 是美國軍事政府 那美國軍事政府 到底對哪個區域有權利 這邊提到 第2條跟第3條 所以日本本土沒有了 不在他的權力範圍內 原本是美國 親自佔領日本本土 就是那個四個島 後來 後來 整個條約生效之後 他們就離開 盟軍就離開日本的本土 他就恢復他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 只剩下這一些外島 北方四島 什麼這一些 台灣 台灣群島 澎湖群島 足島 什麼這一些島嶼 日本泥土島嶼 第二條 第三條 包含琉球群島 來這邊寫 這裡 來這裡 有沒有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來 日本 第二條的部分 日本放棄台灣 澎湖等一切權力 請你有沒有要求 跟日本政府放棄對千島群島 以庫葉島 千島群島就是北方四島 庫葉島就是南華泰島 還有一些南極的這個 這邊講的全部都是權力 主權上面的權力 不是領土 這邊講的都不是領土的部分 還有第三條是琉球 有沒有 琉球的部分 那本來是交給聯合國信託 後來聯合國又交給美軍 來進行佔領 中國相關財 就是把原來中國的還給他就好了 就沒有 因為中國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對日本的戰爭 都是美國 美國 美國在處理的 他死的是美國人 用 被炸成的是美國軍艦 中華民國 有什麼 沒有 他幾乎沒有能力 中國拿的武器是誰的 是美國的武器 所以中國幾乎在這個 你要談什麼賠償 中國不許 沒資格談賠償 所以你拿不到賠償 就跟 就講了一些很高傲的話說 我們對日本以德抱怨 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在日本的土地裡面得到一些應該給我的 可是美國基於對中華民國的這些 答應了蔣介石 答應了蔣介石 我並沒有說我要繼承 沒有沒有繼承的問題 蔣介石掛了 死了 把這個美中 中國 這個蔣家的政權跟美國的關係去結束 不會再延續下去 台灣關係法 這是美國法律自己生效的 有沒有 就近三合約生效前屬於日本領土 這個沒有爭議 就近三合平條約寫的第二B寫的台灣的部分 好 有沒有 第四條 好 來 既然是軍事佔領 我們就來談談軍事佔領 不錯 你們打瞌睡的人比較少 這個比較枯燥 所以這個 可是這個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軍事佔領 軍事佔領 這邊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暫時 我不管你請了這裡當局 還是 主要佔領全國美國自己親自來佔領 只要寫成軍事佔領 他就是暫時 在美國的法律裡面規定 就是暫時 有一天要結束 對這個外國領土的 佔領的這個 這個地位 他是暫時性的 所以 換句話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不是也要結束 這個 換言之 中華民國不可能永遠在台灣 所以我們不再期待中華民國強 中華民國要怎麼 跟台灣人沒有關係 71年夠久了 你看像英國 佔領了香港 最後打7約 99年就結束了 為什麼約要99年 不能超過99年 是原因在哪裡 因為如果你超過99年 那個叫什麼 就永久了 那就會抵觸了萬國公保 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也不能永久佔領啊 對不對 台灣的問題 遲早還是要面對的問題 美國要面對台灣的問題 不能讓治理當局 永遠在台灣治理 不行 那個就跟那個 擁有了台灣有什麼 主權有什麼兩樣 是這個部分 所以現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美國人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台灣人被中國化 那個腦袋被中國化 那些一些東西 都以一些事物 全部都已經變質了 都變質了 好 我們來金氏佔領 金氏佔領怎麼來的 有沒有過去戰爭嘛 這幾千年都一直在戰爭 在戰爭的過程當中 征服著 就戰勝的國家 就可以被允許 在什麼樣 在征服的軍隊所併吞 領土可以被併吞 在1830年以前是這樣 以後歐洲的國家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要 制定一個新的遊戲規則 人家主權土地的 這個國家的土地 不可分割的土地 就不能透過軍事佔領 而變成你的 變成外國的 另外一個 就好像 德國把法國消滅了嘛 那是不是法國就變成德國的 有沒有變這樣 沒有 是不被允許 在歐洲是不被允許 所以像什麼畢死啊 荷蘭 都後來成立了很多一些主權的 一些主權國家的小國 小土地 所以不能因為說 你擁有了 你透過你的力量 佔有了這個土地 然後你這個土地就變你的 在國際間就 不允許你們這樣子下去了 有沒有 拿破崙期間改變了這樣的方式 然後 金式佔領的概念 就被建立起來 這金式佔領 它就有一些規範 有沒有 金式佔領從哪裡來的 就是一個作者叫瓦特爾 這個先生著作 有沒有 他的著作最有名的叫 萬國公法 有沒有 他認為入侵領土 立即將併吞不符合 現在的正義概念 所以 他們就推行了這個理論 這個領土征服之後 應有的過渡時期 被稱為 金式佔領 也就是說 佔領者有一天會跟這個土地 沒有關係 他結束之間的關係 他們在協議裡面 但他的關係 可能未來 可能你在這個地方 有金式佔領 有金式佔領 有國家政策的問題 你必須要跟當地的這一些 那個 土地的擁有者 那個所有者 來跟他談說 我可以跟你簽 兩個99年 租約嗎 就變成是 接下來 用租的方式 要用租的方式 有沒有 接著應該如何處置該領土的正式決定 台灣也沒有到最終的政治決定 還沒有 來決定 那當然一般 決定是一般和平條約 那和平條約 還是在佔領的狀態 所以台灣的地位 並沒有達到最終的確定 那 這個就佔著慣例法了 這個就是變成了 慢慢慢慢變成 國際間的法律了 有沒有 這慣例法後來更正 有一個更正式的 就是1907年的海牙公約 所以 這一些 這些公約就變成是 整個世界各國遵守的一些規範 這個規範 你們可以打 你們可以對打 國際間你們談不容 為了一個島嶼打起來 好 我們來談 談談談談 就打起來了 到最後要用什麼 用條約來做結束了 來 我們來簡單介紹 什麼叫軍事佔領 來 領土是外國軍事人員有效控制下情況 所謂軍事佔領 所以我們常常想 其實為什麼中華民國的軍隊 一直存在在台灣 一直存在在台灣 看到那個車輪起的那個 起那個 那個國徽有沒有 就 就直接塗在那個 F-16啦 或者是IDF的這個身上 為什麼 他在告訴台灣人說 我們還在軍事佔領中 這個軍事佔領是我們帶領美國 幫你們佔領 所以我們的軍隊可以留下來 否則的話 根據 舊軍山合約第六條規定 他必須在 1952年4月28日90天以後 中華民國的軍隊要消失在台灣 沒有消失 就是因為 他 代理了美國這個 主要佔領全國的 這個地位 好 軍事佔領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或領土被外來的武裝力量入侵 征服和控制 舊軍山合約已經確定了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這裡當局是中華民國 好 那麼他們用武裝的力量 有沒有 所以中華民國不是台灣的台灣人的國家 也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外來的武裝力入侵 政府的控制 雖然他控制了台灣 讓台灣人安居樂業 這個是人權公約規定的 日內華公約跟這個海牙公約再三的確立 佔領者不能虐待被佔領者 土地上面的人民 你也不能搶奪他們的一些權利 都有規範的 這都是有規範的 有沒有 管理這個特定地區的軍事佔領 很重要的要區分三個元素 所以從這個元素裡面 我們慢慢去理解 第一個元素就是合法佔領者 什麼叫合法佔領者 合法佔領者必須要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要跟 你們交戰國必須要有一個 合法戰爭的一個宣誓 比如說 美國在12月28日 美國總統在國會宣布要跟什麼 跟日本帝國宣戰 那日本也回覆了 我們也跟美國宣戰 就成了國際間所謂的合法戰爭 這個是基本條件 你必須是合法戰爭 你才符合佔領的概念 否則的話 那個叫做侵略或者是入侵 或者是非法入侵 所以顯然 美國跟日本之間的太平洋戰爭 是合法的 它可以依法來佔領這個戰敗國的領土 就是日本領土 這個佔領 合法的佔領者 是我們必須要理解這個概念 第二個就是佔領的開始日期 好 中華民國在一直告訴台灣人說 1945年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節 錯 這是一種錯誤的一個宣布 也是錯誤的那個 10月25日是佔領日的開始 軍事佔領日的開始 不是台灣光復節 國民黨的黨史館已確定了這些事 我們有機會 我們很多資料可以慢慢把它調出來 好 第三個佔領結束日期 好 顯然 結束日期還沒有到 你結束了之後 這個佔領日期結束了之後 台灣的地位 正常化的一天 就是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好 合法佔領者的領土 合法佔領者就是領土的征服者 他有權利和責任執行 被佔領領土的管理 就是所謂的治理當局的概念 就是這個 所以 美國請了這個治理當局 也是依據國際戰爭法來去執行的 當然可以找代理人 有沒有 代理人的法律存在 也就是說 代理人的法律必須 就是美國國會當然要立 制定這個台灣關係法 來規範這個治理 除這個領土 外國領土的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法律 被佔領領 被佔領領土之管理 可委派其他軍事力量 台灣的狀況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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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就是這個 美西戰爭的例子 菲律賓 關島 跟這個 莫多黎各 古巴 他們有 佔領日的開始 台灣的佔領日的開始 就是1945年10月25日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結束 這邊都有結束的日期 但是台灣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被宣告 結束佔領 還沒有 所以台灣還是處在 軍事佔領當中 好 有沒有 佔領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認定 準則可以由歷史來檢定 就剛剛講的 就這一些 有沒有 唯一的定義 唯一的解釋 完全符合海牙公約 這個 海牙公約就是戰爭慣例法 戰爭慣例法 有沒有 在此投降日期 原始主權國仍然維持主權 投降了 主權還是你的 投降了 我雖然說我投降了 1945年 8月15日 日本天皇 接受這個盟軍的這個要求 所以呢 在9月2日的時候 就進行 軍事佔領 軍事佔領了之後 這個主權還是屬於日本帝國的 一直到條約 合併條約生效之後 有新的處理方式 在第二條說 台灣的這一些 原來的政府的權力 被 被美國軍政府取代了 被拿 被 被 第四條說 由美國軍事政府 取代了 取代去了 有沒有這個開洛宣言這個部分 這個是意象 這個基本上 不是條約 可是馬英九 他這個法學博士 還是哈佛的 法力 不知道讀到哪裡去了 宣言也可以當 當這個 當條約 真的是 他意象就是 開樓宣言的時候 這三個人有沒有 蔣介石說 把台灣還給我們中華民國 要談一談 可是事實上他心 不是在想 他對台灣其實沒什麼興趣 他要的是中國的那一大塊 但是他們在開樓宣言的時候 我們要把台灣要回來 英國就反對 那美國呢 還要看這個 蔣介石說 既然這個 我們請他出來 我們多少還是給他 一些 一個分配 英國就一直堅持反對 一直反對 到現在還在反對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 一切種種的這些作為 有沒有 做為 李當授權將台灣的領土主權 在1945年10月25日投降儀式 移交中國 你們知道 這個安藤利吉交給 這些中國的接收的大員 是什麼嗎 不是領土主權 安藤利吉沒有權利 把領土主權交給中國 沒有這個權利 中華民國 他移交的是一個政府的那個清單 來來我交給你 那個財產是我們的 那個財產是我們的 交給你 這是一個 這個移交那個 那些清單 有哪些東西 你們可以拿去用 所以就變成 國民黨的黨產有沒有 那些什麼 中營啊 什麼一些 一大片土地 但是 究竟在合約第四條V有規定喔 我當初怎麼給你 到時候還給我的時候 要怎麼樣 回復原貌 以前在延山大飯店的那個神社 怎麼辦 教壇 要不然你 你回復原狀給我 把神社重新給我蓋回去 回復原狀喔 你哪人 你占用人 你在這個 占領期間 使用我這個土地 我沒意見 所以在這個期間當中 日本人也沒有講話 是最近才開始 日本有開始有動作了 但是日本有動作 必須要美國同意 美國沒有同意 日本是不會講話的 所以日本帝國畢竟是一個守約的國家 遵守 約定遵守諾言的國家 他說 這個用佔領就變成自己的主權的 這個不可行 因為在台灣有一些學者 就喜歡搞這個東西 不真實的事情 不虛假的 有沒有 這些學者不明白 投降儀式的法律意涵 以及軍事占領的概念 中華民國的學者認為 投降就是等於 領土割讓 所以可見中國人的這個國際 他們不懂嗎 我懷疑 他們懂可能就 尤其中華民國他們有別的意圖在 如果他們不懂 如果他們很清楚 那就是別有意圖 有沒有 佔領法 軍事管轄 來 有沒有 1943年開羅學院陳述歸還滿洲 或摩殺給中華民國之意象 它就是一個字 我們想要什麼 但是不代表 最後要決定是不是你的 要有條約的這個規定 要有條約來去確立 這是美國的這個陸軍手冊 有關軍事占領的部分 有沒有 被敵軍控制的一塊區域 學得很清楚 再來 有沒有 入侵後 佔領是入侵後 牢牢控制 敵軍領土 敵軍領土 就是外國領土 這個才叫佔領 否則的話 那個就要併吞 好 再來 有沒有 被佔領地的領土主權 不受於佔領國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所以台灣不會變成美國的一州 也不會變成美國的屬地 這已經被確定了 好 再來 交戰國佔領是基於佔有敵方領土 所以佔領的概念就是外國領土 所以不會是中國法民國的 也不會是中國的 也不會是美國的 好 再來 意味著被佔領地的主權不受於佔領 不受於佔領國 那台灣是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 台灣不會變成美國的 我剛剛講過了 好 第三個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佔領本質上屬於暫時的性質 短暫的 一個過渡期間 如果你超過99年 那就永久佔領了 所以我們認為 很快 因為71年了 再怎麼久 也至少還有20幾年了 民政治理應該要 民政治理當局下的友好領土辨別 也就是說你來這邊過渡 臨時過渡性質的經濟 就是說你只是一個過渡性質 結果這個過渡 這個暫時也太久了 70幾年 所以我們希望 讓美國趕快 趕快處理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難 就是要趕快處理台灣的問題 否則的話 你這樣對台灣的人錢 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很大的傷害 我相信美國會很快 因為美國已經放出 時間表 寫出來了 美國在2005年 2005年就講 就已經宣稱說 要重返亞太 就是要針對台灣的問題 就是二戰 在日本跟美國戰爭之後 產生的領土問題 跟人民的人權問題 他們必須要出面處理 他們必須要出面處理 美國你再困難 你的經濟再差 你還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美國確實他的經濟 他的不像過去那樣那麼好 所以川普上來了之後 就有了很多的措施 吸引外資進入到美國 美國製造要重新來重返榮耀 那在歐巴馬的時候 國防預算要降到1000多億 到了川普又回到7000億 這個很多台灣人就搞不懂 為什麼又要下來又要下去 所以這個裡面牽扯到這個總統的 這一些這個 他心理上最根本的想法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當碰到一個宗教信仰是屬於 伊斯蘭教的時候 或者是這些那個的時候 狀況就不一樣 所以顯然歐巴馬被確定他不是基督教 所以他的方向是錯誤的 對美國的價值是錯誤的 所以歐巴馬在美國是不受歡迎的 但是民主黨在 其實他們的對這種政治 其實有一些黑暗面 當然我不好意思講 不能講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已經讓美國人感到詬病了 慢慢慢慢美國也在挑戰自己的腳步 美國必須 美國的既定政策就是重返亞太地區 來處理戰後的問題 所以很多現在我們媒體看到的 2006年美國就宣布 將60%的國防的這一些 海軍陸軍陸戰隊也好 空軍也好 要到七代平洋 所以最近不是有很多 中國的遼寧艦什麼 什麼轟六轟八 繞台灣一周有沒有 尤其是遼寧艦從香港要北返到 他的母港的時候 因為你再不回來 一些補給也需要補給了 他不得不回去 這樣回去的時候沿著台灣海峽 後來媒體就暴露 美國的驅逐艦也在後面更肩 不是只有中華民間 我們的飛機啊 我們的什麼既得艦也在那裡 事實上過去這個是不需要暴露 美國一直在台灣的事 在那邊繞 這個很 這個實以為常大 在台灣人也不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現在把它暴露出來 是告訴台灣人說 我在這裡 我們一直保護台灣的 所有的能 只有我們美國有那個能力 保護台灣 中華民國它是一個假象 它是一個 一個 一個外在的一個假象 事實上美國現在已經 直接揭露中華民國的國防預算 他要求蔡英文說 你們的國防預算要成長到3% 那甚至很多分配 美國也要揭露了 為什麼 台灣 這個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這些軍隊 浪費太多錢了 那這個裡面 在當這個分配要做調整的時候 第一個會跳出來的就是中科研 因為他們很多錢就拿不到了 他們不是要研發什麼天空飛彈啊 什麼飛彈 那美國人認為我們有保護台灣人的衣物 我們必須有更多的經費 來去保護你們台灣 才有辦法有能力保護你們台灣 要不然我們美國的這個經濟已經沒有辦法 這樣子再一直不斷的這樣付出了 那好 那既然這個樣子 這一些無謂的浪費 所以最近有什麼市官長 牽扯到21個高級官員 在幹嘛 亂花錢 拿好的零件賣出去 然後 那個中國的那一些 瑕疵品 用高價把它 把它 買進 這樣的事情 美國看不下去了 你蔡英文不辦 我們美國人自己辦 講得很清楚 所以 很多事情就一定會曝光 一直會曝光 像蔡振元的事情 這個全面性的處理 這個一定會慢慢出來 那這個分配的問題 慢慢慢慢把整個 這一些資金 那最好嘛 你就直接解除中華民國的武裝 然後 所有的五千億 每年給你五千億就好啦 對不對 就不用你美國自己來分配這個 美國就想說 扭扭捏捏的 那要不然你美國軍事政府就直接來台灣 你要怎麼處理 我們也很甘願給你啊 就是 台灣人喔 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我們繳的納稅錢 結果是說是中華民國給 給美國買武器 那我們為什麼不正當一點 台灣人同意你們美國人來保護我們 我們給你錢來保護我們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說一定要你們中華民國 要你們的名義來去給 那拿我 結果拿我們台灣人的錢 這個我覺得我比較不公平 心理上會比較不公平 就直接一點 對我們台灣人直接講 我說你們要通通給你們 因為畢竟 美國取得了台灣的這個權利 要的就是利益嘛 台灣就是美國的利益啊 你要利益就給你們沒關係啊 對啊 那我們就直接一個正常的管道來去談 佔領不宜轉主權 這個已經再三的再確認了 好我們接下來我們就 就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提到 軍事政府的必要性 軍事政府是佔領軍 在佔領地區執行 政府職務的管理 當局行為 也就是說 到現在為止 你既然是軍事佔領 那你 你的型態就是 軍事佔領 所以 台灣有很多 尤其是中華民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法律 連立法院想修也修不了 想修也修不了 為什麼 因為 這個 這樣的法律 是不以 那個 跟一般的台灣人 可以決定 這個法律要怎麼改 是 有差距的 是有差距的 恢復 軍事佔領的目的是 在這個地區 要恢復 他的 維持他的公共知識的義務 所以 蔡英文最怕什麼 一天到晚有人在那邊抗議 抗議 敢顯示 如果 撲到國外媒體 人家說這個蔡政權 怎麼把台灣搞成這個樣子 好像在動亂當中 那 國民黨希望動亂 民進黨希望把它壓下來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美國隨時可以找個理由 就直接進來了 其實不過現在也沒差了 美國現在如果中華民國肯聽話也OK 但是呢 台灣民政府這裡有動作 台灣民政府這個控告 最高法院 美國 向最高法院 控告美國政府的這個案子 他必須會有一些結果 必須有一些結果 也就是說 你中華民國不配合也無所謂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 有必要 如果像台灣的這個人 國籍的問題 人權案 在美國最高法院 受理之後 下了判決之後 這個改觀 整個世界就會產生 天大的改變 為什麼 治理當局 再怎麼講 治理當局要被撤換掉 為什麼 顯然 這個國籍的問題 觸犯了人權 那中華民國就有了什麼 人權瑕疵的紀錄 美國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就有理由 正當的理由 告訴中華民國說 你因為 這個人 你們對人權有瑕疵 有這樣的傷害 被佔領地的 這些人民的 這樣的一個 作為 我們不再用你了 我們不再用你了 所以中華民國 他要結束 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指日可待的事情 這是海牙公約裡面 就已經明定了 不能徵兵 不能改變我們的國籍 也不能強迫我們有中國信 像我在初級班有講過 我們的漢信50年 他改變我們的國籍之後說 台灣要改變 恢復中華民國的國籍 之後你一定要有漢信 可是這個漢信也違反了國籍法 為什麼 他給我們的漢信 我曾經講過 上過我初級班人就知道 我的阿嬤 我們擁有這個陳姓 不到50年 我的阿嬤姓陳 那是怎麼來的 用骰子骰出來的 骰出來阿陳 他的哥哥 骰到張 他就姓張 他的大姐骰到神 他就姓神 所以是親兄第三個姓 我們的家族有五個姓 請問一下我們怎麼慎中追遠 有一天阿 我的真孫 我的玄孫告訴我 他們認為我們來親族會議了 一看 我們需要把族譜 把它建立起來 一看我們姓陳 還以為陳是從中國來的咧 那我們不是 好像台灣人是從中國來的 連這個台灣的原住民也是從中國來的 我們有很多證明 尤其是像阿美族 阿美族有95%的血型 是米田堡的血型 在中國是沒有這種血型的 所以這個血型已經告訴我們這種科技的這些 DNA已經告訴我們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偏偏85%的台灣人 有原住民的血統 更可以證明說台灣人跟中國人是沒有關係 那中國他有一套 因為唐商過台灣 或者是漢人來到台灣之後 因為混血之後呢 你們就變中國人了 那台灣人就認為 在意識當中認為說 我們是我們的祖先從中國來的 結果發現謝長廷的笑話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一天謝長廷跑去中國 他說我要去祭拜我的祖先 就一看找不到 連接不起來 中國當局就直接蓋了一個墓種 謝氏祖先排位 進去拜 進去拜 裡面是 裡面是 裡面是買狗也不知道 還是買什麼也不知道 是不是 是誰的骨頭 誰都不知道 搞不好你們不要這樣覺得很好笑 搞不好你們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曾經我們有一個童心他姓羅 他說我們這個羅是從中國來的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羅關莊跟我們有關係 結果一查 他的父親已經八十幾歲了 怪怪呢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來了解一下 有一天 去年 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告訴你 我們確定不是從中國來的 我們這個羅是追到五代就沒有了 追到了就好了 這也是好事 繼續 台灣獨立引發戰爭 來 我們來看一個畫面 那裡面的內容 我們要注意看 待會我會問 問各位 說這個裡面的內容 我們 我們要注意看一下他的文字 他到底在寫什麼 是嗎 我們要來看一看 我們要注意看 我們要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t's an economy, and this is where there are big stakes here, Congressman, where lives could be lost. We've had a one-China policy since the time of Jimmy Carter. That policy is controlled by three communiques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 and I said this in my opening comments – owe a great deal of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in terms of creating a vibrant democracy, a strong economy. And I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1991-92, I'm the person that got them into APEC, and in 2001, got them into the WTO. So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se economic relations.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fter we did so that I then had to spend about two or three years getting them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obligations. But as they started to do so, we did respond again. One of my deputies went ther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deputy from USTR going on the economic side.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see, and this is the balance, is that we want to be supportive of Taiwan while we're not encouraging those that try to move towards independence. Because let me be very clear, independence means war. And that means American soldiers – Would you yield for a minute, please? We make our own decisions. We don't clear them with China. We don't negotiate them with China. So our decisions are our decisions. But if it keeps trying to revisit the ques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 the late 70s about a one-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It'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You used the term country and the protocol attributed to a country. Excuse me, wrong wording. Let's just say Taiwan. That's my point, is that we've got to be real careful here about the protocol attributed. It's an economy, and this is where – there are big stakes here, Congressman, where lives could be lost. We've had a one-China policy since the time of Jimmy Carter. That policy is controlled by three communiques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 and I said this in my opening comments – owe a great deal of respect for what Taiwan has accomplished in in terms of creating a vibrant democracy, a strong economy. And I also pointed out that in 1991-92, I'm the person that got them into APEC, and in 2001, got them into the WTO. So it helped strengthen these economic relations.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fter we did so that I then had to spend about two or three years getting them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obligations. But as they started to do so, we did respond again. One of my deputies went ther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nother deputy from USTR going on the economic side.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you see – and this is the balance – is that we want to be supportive of Taiwan while we're not encouraging those that try to move towards independence. Because let me be very clear, independence means war. And that means American soldiers say – Would you yield for a minute, please? Pardon? We make our own decisions. We don't clear them with China. We don't negotiate them with China. So our decisions are our decisions. But if it keeps trying to revisit the ques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 the late 70s about a one-China policy, I think it's going to keep hitting into a wall. Ten wikings 十條…第一條他想到什麼? 來 第一個想到什麼? 蛤 他裡面提到 你們看到了什麼,有沒有 有嗎 沒有看到 那我直接用 我直接按下一個好了 來 提到One 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政策 不是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在三個公報裡面提到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談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他把台灣南瓜在中國的一部分 那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是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不在台灣 是在哪裡 在對岸的中國 那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自理當情 他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只是說有一批中國人在台灣 這些中國人將過去叫做難民 所謂的中國難民 那這個難民但是 這個難民 還有比他更慘的叫做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被難民管理 所以我們台灣人 處在這個政治利益當中 我們台灣人一定要覺醒 好 一個中國政策 政策被台灣關係法以三個公報 所控制 公報是美國行政權跟中國的這些 政治的這一項 那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法律 是國會通過的一個法律 所以行政部門的所有規範就是要依據台灣關係法 第三個 美國要特別小心台灣一直只是個經濟體 它只是個經濟體 它不是國家也不是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聲稱是台灣政府 這是錯誤的 到目前為止沒有所謂的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已經離開台灣回到日本母國了 那個總督府 過去的台灣政府是台灣總督府 好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也不是政府 中華民國為什麼不是國家 我們剛剛講過嘛 台灣之所以混亂 台灣人之所以模糊 就是因為這個治理當局一直欺騙台灣人說 一直欺騙台灣人說 真正的中國在台灣 真正的中國在台灣 台灣才是合法的中國 還在跟中對岸爭中國的合法代表權 這就是台灣人錯亂很多的原因 尤其是這些學者最應該要編行 如果你是台灣人 你還在講這種語言的時候就要編行 太不應該了 好 第三個 美國 第四個 兩岸平衡不等於台灣獨立 美國因為台灣的關係 那台灣成了台灣的地位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未處的地位 處在整個東南亞跟東北亞的中間 而且又是緊鄰中國最近的這些外國領土 所以它有絕對特殊的地位 所以美國重返台灣是必然的 美國用比較中性的語言告訴媒體 美國要把軍艦停靠台灣 美國停靠台灣真的就是 美國把軍艦停靠台灣 其實它不是只有針對保護台灣 而是美國的軍艦停靠台灣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就是到南海 比較近 保護南海的這些權力比較近 所以在台灣補給 在台灣 這些美國的軍人在台灣 眷屬都在台灣 會比較方便 對軍事的這種 這種戰略是比較有幫助的 好 參與WTO不等於自己當局擁有國家地位 它是一個經濟體 經濟體不涉及政治 所以台灣過去中華民國 用中華台北的民意參加APEC會議 加入了WTO 沒有美國台灣也沒有辦法加入WTO 所以不等於你已經是國家地位 為什麼 美國當然會不高興啊 我的佔領地給你用 結果你想要佔危機 糾戰竊草嗎 你是在跟我美國怎樣 這是我的 紀錄金山合約給予我的主權權利 怎麼可以被你治理當局 交給你處理就被你的 這是不允許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不能超過99年 他治理不能超過99年 會變成永久佔領 其實一年差不多要解決了 其實在初級班我講過 日本要修憲 把天皇承認為日本的元首 日本的元首 這個對台灣很重要 只要日本天皇的地位重新被確立 台灣的地位就會被確立了 因為合約並沒有限制天皇 他只是在日本的憲法裡面 限制了天皇的政治權利 當天皇的這個頭銜 被日本所修憲成功之後 很多屬於日本天皇的土地就可以主張了 就可以主張了 好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了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這個已經不需要再加以贅述了 OK 讓台灣參加國際事務乃是尊重台灣民主政治的強大經濟體 確實台灣是經濟大國 這也是事實 它是一個小島 但是它經濟 那台灣的經濟 不要以為是中國把中華民國搞錯了 錯 不過日本那時候打的基礎太好了 早在日本統治台灣以前 台灣就是一個世界級的這個經濟 經濟的這個樞紐 經濟的中心 好 台灣相關事務由美國自己決定 無需中國商業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啊 也不是中國的佔領地 所以中國完全沒有任何那個 好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提到台獨 台獨有沒有 台灣獨立意味著戰爭 美國必然會派兵針對中國侵占幾台獨 台獨就是中國人搞的 大家要搞清楚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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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以為是台灣人的這些人搞台獨 背後 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這些 目的 也就是說 有些是政治既得利益者 一直想要享受這個政治利益 像王金平就是啊 對不對 他台灣人沒錯啊 問題是 他不願意中華民國不見啊 因為他的利益跟他成了共同體 他當然不願意 我換了朝代之後 我就沒有那麼好過了 我的一些財產 我的一些東西 那些 好處都沒有辦法延續給我的子孫 所以今天 美國就直接講白了啦 台灣獨立意味著什麼 戰爭 誰會打台灣 台灣獨立第一個會打台灣的是誰 你們知道嗎 啊 大聲一點 哪一國什麼有那麼多 台灣獨立誰會打台灣 美國的舉手 中國的舉手 還是有中國的齁 日本的舉手 有沒有 有沒有日本的有沒有 沒有 有三個國家會打台灣 第一個會打的是美國 美國 講得很清楚有沒有 剛剛你們沒有在聽那個佐力克講 如果台灣獨立 美國意味著要出兵 海軍 陸軍 空軍 美國的人民要 為收回台灣 要打一場戰爭 OK 所以我們都不要被 中國沒有必要打台灣 只有一個可能 中華民國在台灣搞獨立 中國就有理由打台灣 那你中國要打台灣之前 我們先把中 美國會先把中國人趕出去 把他趕到金門馬走 你們自己打你們的 我們不管了 對不對 我們美軍直接過來說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件 所有的無效 中華民 只要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只要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的人 立即在幾天內或一年內撤租台灣 否則的話 我就把你視統無國籍 或者是我把你視統為中國難民 那難民就要用難民的法律 移民就用移民的法律 不一樣齁 好不好 但是有些中國人就不甘願啊 我們很強 我們很強 我們發明 我們研發了熊山飛彈 我們研發了天宮飛彈 我們也可以製作迎風飛彈 我們打回去好不好 美國說你要打回去 你們家的事情 我們美國人沒有義務幫你打回去 我們美國人 我們拼什麼要死我們美國人 去把你的政權收回來 把美國當神經病嗎 對不對 所以蔣介石 要走防空大陸 兩次都被美國攔下來的原因 也在這裡 轟炸機去了 被請回來 美國馬上說 你給我回來 已經出去了 已經到了海峽中線 被請回來了 有兩次的機會 還有那個原子彈 美國為什麼要收 馬上把它 把它整個消除 原理也在這裡 台灣有緊急狀況 會通知北京 台灣有緊急狀況 為什麼 台灣有緊急狀況 為什麼要通知北京 因為台灣的治理當局 是誰 對 所以台灣的治理當局 叫中國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我們下次聽到 中國台灣治理當局的時候 我們心裡不要很不服氣 為什麼台灣也跟中國掛在一起 不是 這個是 國際間的名詞 攻中國台灣 治理當局 就是 美國人是主要佔領全國 但是他偏偏又找一個 外國的軍事集團來台灣 那個外國軍事集團是誰 是從中國來的 那不叫中國台灣治理當局 叫什麼 你不要跟我講中國 中華跟中國有什麼差別嗎 中華就是指中國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叫做什麼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中國 這個語言 這中國人喜歡搞這個 不一樣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一樣 中華民國只有四個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七個字 不一樣 這個笑話 OK OK 有沒有 別讓WHO成了台灣當局 操作政治的平台 所以很煩 聯合國真的煩死了這些 這些從台灣來的這些中華民 這些假借台灣的民意 搞一些中國 中華民國在台灣搞獨立的這種 我們換名字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獨立了嗎 還不是一樣中國的體質 換湯不換藥嘛 對不對 是行不通的啦 不是換了名字 就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 WHO會很討厭 來 中華台北 在WHO都用什麼 都是誰邀請的 是 這個總幹事邀請的 這個總幹事是誰 是中國的代表 沒有他的邀請 你中華台北是不會進來的 那蔡英文講說 我們不要九二共識 我們不承認九二共識 所以中國就不幫這個忙 當然你就進不去了 我們還是會去 為什麼 他們一定要去 因為要消化預算 進那邊辦什麼 進那邊辦派對 對不對 反正你百不享受 出國出高級飯店 進那邊加年華也好 對不對 把預算消耗完 所以這個很麻煩的問題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下的台灣 真的很可憐 你看 如果你在工部門上班 你就知道 你事情有沒有做 無所謂 錢有花掉就好了 對不對 是這樣嘛 在工部門很清楚嘛 趕快這個工程給他弄 結果水鍋做一半 為什麼要做一半 因為預算到那裡而已 為什麼不整體規劃 明年再弄嘛 拿回去就沒有辦法再請了 這就是中華 不是講奇怪嗎 所以WHO就告訴台灣人說 放心 放心 如果真的有問題 我們WHO直接派人進去 也基於人群 WHO是一階 不需要 一定要什麼中國 不要跟那個 凡婦魯姊的那個 一定要中國把政治帶進來 WHO不吃這一趟 中國你要進來也不容易 WHO乾脆比較快 直接就進來了 國際的那種力量 就進來了 有沒有 我剛剛講過第六條 除美境以外應技術 自日本領土而出 好 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 這一些概念 到目前為止 中華民國有跟美國簽什麼 任何條約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如果有條約 就不用台灣關係法了 沒有任何條約 有跟日本簽任何什麼條約嗎 有沒有 沒有 好 沒有簽條約代表什麼 日本對中華民國沒有義務 美國對中華民國也沒有義務 既然是這樣的話 既然是這樣的話 美國重返台灣 保護台灣 是基於什麼義務 不是 不是 台灣關係法是針對中華民國 針對舊金山合約的義務 那這裡有提到 有沒有 聯盟國 他說佔領 那個條約生效之後 聯盟國佔領軍 因盡速至日本撤出 只此撤軍不能晚宜 生效後90天 我剛剛講過嘛 中華民國的軍隊 所以必須要在1952年的8月份 9月份就要撤出了 可是它還存在 因為 在那個時候 美國馬上告訴日本跟中華民國說 你們趕快簽雙邊條約 所以那個時候叫做台北條約 台北約就出現了 然後得以讓中華民國的軍隊 繼續在台灣 所以我們看到的車輪姐 我們還傻傻的 怎麼樣 中華民國是我的國家 我當中華民國的那個軍人 感到很榮耀的時候 原來那是一個欺騙的作為 讓人騙的都不知道 被人這麼騙我們都不知道 那照理講 按照法理來講 中華民國是不能對台灣人徵兵的 因為中華民國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是台灣人的什麼 敵人 基於對國家的忠誠 你必須 這個 我們是不效忠敵人的 就是國際間的案例是這樣 既然台灣在1945年4月1日 日本天皇頒布造書 將台灣納入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將台灣納入為日本的憲法領土 的法定領土 那台灣的人就 那你既然你是成了台灣 台灣變成了日本的法定領土 台灣的人民就成了日本國籍了 不再是殖民地 不再是國民了 日本變成 台灣人就成了日本公民 日本公民就享有什麼 參政權 享有什麼 你說你是日本 我尊重你的意願 你不想當日本人也OK 你就 你只能當居民 那如果你願意當日本人 OK 在這個期限內 我都給你承認你是日本公民 那日本 當時的台灣人有了什麼 有政治的權利 可以到日本帝國國會開會 我們有人就會派過去 好 那 除了有權利就有義務 什麼義務 那為什麼要設定神社 這是一個效忠的一個象徵 也就是說 因為天皇不能一天到晚來到台灣 所以他只能用象徵性的說 我們效忠天皇 就到神聖那邊去 怎麼樣 去鞠躬 我們是天皇的臣民 是這樣 好 既然是這樣的話 台灣既然沒有跟 這個台灣目前 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 目前沒有跟日本 也沒有跟美國簽 那我剛剛講那雙邊互條約 在1972年 中華民國失去了國家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ROC 在聯合國的位置 那 蔣介石的集團被趕出聯合國 不再是國家 之後 日本就直接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基於台灣不能被共產黨所統治 所以 就 取消了 這跟中華民國的這個 這個 那個條約 因為為什麼 條約必須是 你是合法國家 跟合法國家兌遷才有效 如果你失去了這個國家的地位 這個合法政府的地位 你就 這個條約就沒有 義務繼續維持下去 所以 中華民國跟日本 就沒有任何的什麼 關係 好 那 台灣 被美國保護是基於 怎麼樣 他的佔領地 他必須有責任 這個條約的義務 他是他 他對台灣的 呃 這個承諾 對台灣的這個條約的義務 所以 台灣 將 只是還沒有宣布啦 多邊協定者 也就是說 台灣 有一天 而且會很快 會納入 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裡面 是用 安保條約第五條的規定 不只是台灣 連南海都是 南海都是 南海都是 我們就等新聞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神 而是確實這是 依據條約的這個 法律的這個 邏輯去把它推 推估出來的 也確實在1961年 日本已經承認 日安保條約的這個範圍 是 刺到了 那個巴塞海峽 到了巴塞海峽 當然就包含他 他不願意講台灣 他就 比照上次的認定 這只是 現在 只要美日安保條約 在台 被宣佈之後 安了 我們就安了 美國軍政 我們就等著高雄港 有航空母艦停靠了 我們就去那邊拍拍照 去那邊 開放的時候 我們去那邊 交交友 犯了死的那些金氏迷 有沒有 重點來了 50分 對不對 50分是不是 好 參議員 賈德納 那美軍艦 停靠台灣 會懲罰 這邊寫得很清楚 他說 相信國會進來討論 美國軍艦 停靠台灣 會通過懲罰 令 過去 美國的航空母艦 都停靠在 在英國 香港還是英國殖民的時候 美國常常都習慣 停到香港 後來在去年 美國 中國很不高興 就不允許美國的航空母艦停靠香港 這個時候 有一個參議員 美國的參議員 就跳出來說 該停靠台灣的時候到了 這個劇馬就開始遠下去了 到了今年 上個月 參院就直接通過了 他的軍委會通過 可以停靠了 眾院已經通過了 可以停靠了 可以停靠了 那 這個時候他又加碼說 我告訴你們喔 美國軍艦 停靠台灣會成為法律喔 這個概念就不一樣囉 法律行政部門就一定要執行 國防部就一定 基於這個法律 就一定可以停在台灣 軍艦停靠台灣 軍人要不要進去 要 軍人的軍術要不要進去 要 對不對 那其實台灣有美軍也好 回到以前那個美軍 在台灣的時候很熱鬧 有一些消費 消費力也不錯啦 整個高雄有一 台中 台北 東部都有好了 花蓮 整個都平均發展 也不錯啦 也可以另類的製造了台灣的經濟 OK 好 再來 賈德納簡短 靜靜的說會成為法律啦 會成為法律有沒有 這裡有提到幾個重點喔 伊斯蘭跟北韓南海的這些問題 美國在亞洲的三大威脅 強化地約跟日本南韓 跟澳洲的合辦關係 可是台灣的媒體很糟糕 又在騙 一直騙 一直騙 人家的話都講得那麼明 可是媒體在那邊亂寫 就開始怎麼樣 開始加工 他們就解說 美國明確支持盟邦台灣 盟邦 台灣 盟邦是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還需要什麼盟邦 對不對 他是佔領地啦 不需要把自己提高成說 好像說 中華民國跟南韓日本的位階一樣 沒有 這邊只有提到到澳洲 南韓日本而已 沒有 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要想得那麼美 想得美 想得美 OK 有沒有 美國靜靠台灣成為美國的國內法 好 好 有沒有 每個 除了這個參議院 講話了 美國的智庫 學者 也講了 他說 美國 任何明文規定 軍艦造訪台灣是違法的 沒有任何法律說台灣不能 美國不能提高台灣 這個把真話 這個真話講得更準 因為 他不過是什麼 美國在中美建交後 做出了政治決定 軍艦不再到台灣停泊 這是政治決定 為什麼要用法律制定 因為 如果法律制定之後 如果這個總統不想 不想推這個案子 也不行 那如果說他沒有這個法律 這個總統不想push 他就會停止 所以 美國參議院說 一不做二不休 看脆一勞永逸 把它 立法成為一個法律 以後所有的總統 誰誰當總統 都要依據這個法律來執行 也就是說 美國對保護台灣的義務 就一直執行下去 那這代表什麼 以及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主張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 台灣是美國的主要佔領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美國軍 美國的軍隊 美國的軍政府來到台灣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 也就是 軍事政府 親自佔領台灣的時間 倒數計時 比如說美軍要進來了 美軍已經美國立法了 所以大家就等 所以美國人一直告訴台灣民政府的同心說 我們要法理至上 盡待佳音 不用說多話 就看著這個美國 美國這邊的那個就好 好 有沒有 當然這個美國是全面性的 它不是針對台灣 可是一部分 美國是整個亞太地區 從北到南 從北到日本 南到整個新加坡 都是美國要處理的事情 有沒有 日方金爆 中國轟漏 八級繞台 台周邊 軍事歧視軌跡 來 中華民國的媒體 不願意暴露的喔 是日本直接 爆出來 有有這件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 航空自衛隊 拍出來的 日本 就在旁邊 日本 航空自衛隊 日本空軍 已經在旁邊 盯這個 盯這架飛機 這一群飛機了 然後再告訴 台灣人 說欸 有餒 台灣的軍方才說 喔有有有 我們有派IDF去 結果被人家 被一些Google 被一些那個 酷手 那些一些網路人 酷手了 說什麼 因為有一架IDF 在這個地方很飛嘛 然後他們就把它 把它 把它名稱 把它定義成 國軍共軍中國軍 這個敵我不分 真的是 也不是 也是蠻好笑的啦 也是蠻好笑的 所以怎麼樣 來 看到 我覺得這個突變的重點 是這個航空自衛隊 再來就是日方軍報 好了 美國一直在動作 日本也在動作 你台灣這個治理當即 還不想配合嗎 對不對 不想配合 就回家 把權力交接給人家 喔 要 美國人說 你不管你配合不配合 你還是要走 你還是要走啦 有沒有 兩院的支持都很強勁 他們會盡其所能的完成 那一定通過的嘛 因為共和黨本來就是 讀一個黨就可以把它通過了 沒有什麼好那個的 有沒有 美國防部釣魚台 釣魚台 釣魚台 釣魚台以前是什麼 伊蘭州的 台灣的管轄地區 所以 他現在先用釣魚台來講啦 釣魚台再下來就台灣了嘛 所以 所以這個齁 我們就 遲早會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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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國防授權法通過了 有沒有 這個是之前的新聞 有沒有 美國重返台灣嗎 有沒有 美軍要重返台灣嗎 這是媒體寫的喔 我也有引用而已 他說齁 這邊講齁 自美國宣布以台灣 台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跟美國建交過 我都 沒有 沒這回事啦齁 為什麼媒體把它寫成這樣 齁 你們可以去想齁 下次要看台灣媒體寫的 不管是那個 平面或者是那個齁 我們要有那個能力去判斷 齁 台灣沒有跟任何個國家建交過 因為台灣還是外國領土 所以這個部分是他們亂寫的 所以台灣也 中華民國也不能代表台灣 只是說 他已經不知道怎麼辦 就叫我國啦 我國是什麼 我們也搞不清楚 我國是誰 我們也搞不清楚齁 有沒有 美台軍事交流 台灣有軍隊嗎 對不對 在台灣的軍隊 不就是美國的 美國的那個嗎 就是 他把他請來嘛 剛剛他是一個武裝政府嘛 你來台灣 那你還是 這個 這個 這裡當局有那個義務 來保護在這個領土 不要被另外一個國家所 所錄起 或所 所拿走 好 重點在這裡啦 2015年 這是美國的動作 4月1日 那時候我們在花蓮 花蓮市 我們在 舉辦那個 那個 舉開那個 那個 周辦齁 就突然間有人就 賴我們說 欸 美軍的這個 兩架F-18 進入到 台南機場 我說 我怎麼看這個 就是怪怪 從那時候開始 那個戲就開始演 從2015 2016 2017 明年更明顯 會更明顯 有沒有 美國還告訴 北京當局說 欸 北京當局 你要看得懂 我在幹什麼 大家就這樣裝牙了 此次 若海軍 例行 停靠 台灣港口的法案 將成為 美軍軍人 和裝備進入 台灣提供法律的一句 講白的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嘛 很明白了 非常明白了 美國 確認最終 從台灣 撤走其 全部軍事設施 的承諾 是中美建交的 這個就是 政治決定 現在是由法律 來 怎麼樣 立法 告訴你行政部門 你一定要 按照法律走 否則的話 你就是違法 這個就是 參院的這個 他們的意思 國會的 就是 因為 海外領土要經過 國會的通過 有些 美國取得了這個 土地的權利之後 要經過美國國會 才叫合法 那當然如果說 這個是因為 這是美國參院 提出來的一個案子 當然 到底 川普可不可以否決 這個可能還是一個問題 一般法案 如果是參院 或眾院提出的案子 是 是可以被否決的 但是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否決 可能恐怕 美國總統要考慮 要三思 要三思 基本上會通過 川普應該會簽 會簽 好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今天到上課程 就到這個時候 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